逃跑的狮子被遗弃的鳄鱼被攻击的迷路 这些大型野生动物都在俄罗斯这间特别的私人收容中心找到庇护 在圣彼得堡郊外 商人费多罗夫成立了威勒斯动物收容中心 为了这个动物收容中心 费多罗夫花了超过100万美元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 中心帮助和庇护 每只来到收容中心的动物 都有着如电影剧情般的故事 其中最戏剧化的就是母狮艾莎 前年12月她在机场上演《大逃脱》 虽然后来艾莎顺利送给了新主人 但新四主发现要养一头狮子实在太困难 于是艾莎被送到了收容所 在俄罗斯有钱人为了追求新鲜 豢养奇异野生动物 但结局常常是动物被不当对待或逃走 他们被带来到我们的羊群 总是被带来到羊群 总是被带来到羊群 有可能会带来到羊群的职业 但总是人们会带来到羊群 带来到羊群 我们在自然地区 什么都不带来到羊群 都在我们的群 过去在家饲养野生动物并不违法 但从今年起 俄罗斯便明文禁止这项行为 不过也有一些动物是因为在野外受伤 而来到兽群中心 两年前一只小迷鹿被一群野狗攻击 身受重伤 但如今迷鹿已康复长大 漫步在动物中心里 兽群所总共有四名员工及十名志工 在照顾这些动物们 尽管俄罗斯幅员辽阔 人类活动仍大幅压缩到动物的自然棲地 让野生动物越来越难生存 对野生动物来说 鹿沙市头号死鹰 光是去年就发生161起 汽车与大型动物的交通事故 动保团体表示不仅收容中心不足 政府也缺乏关于野生动物的宣导措施 及法律保障 以私人收容中心而言 经营成本高得令人却步 经历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 费多罗夫也不知道收容中心还能撑多久 围栏内的动物们悠闲自在 但却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还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